金牌律师团 感谢今天到场的三位金牌律师 本期议题的关键词是 合伙经营 股东纠纷 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 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 选取了民商市领域的严东律师 李静律师 孙旭南律师 组成本场代理律师团 本期提供对立视角的X律师 是法学客座教授王英明 在今天的交锋当中 他将成为三位金牌律师强大的对手 本期委托人杨军 一直在安徽省洛安市从事酒水提供 2016年的一天 商人叶芬找到他 提出合伙开一家KTV俱乐部 杨军欣然同意 投资44万元 占股11% 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 杨军不仅没有拿到分红 本金也面临不保 而大股东却私下将KTV 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一段段片了解下当事人 安徽人杨军一直在陆安市 给夜场KTV提供酒水 别看夜场光鲜 酒水提供 挣的其实是一份辛苦钱 就在他像往常一样送酒的时候 突然遇见了商机 一个KTV老板找到了他 像国家 像一个要大一点的 一个KTV 但是到时候 自然跟我说的这样子 无法感觉的人 这靠谱出于信任 信任嘛 搁一点钱嘛 是这样子 能和势力 KTV行业大佬合作 机会难得 杨军拿出全部积蓄 又跟亲戚借了不少 凑了44万元 占股11% 成为了KTV的二股东 按照双方的约定 他管账 大股东管钱 就在他盼着KTV如期开业 大战宏图的时候 事情起了变化 刚开始没投入钱之前 都是你好我好的 钱给你之后 你马上就变脸了 你马上就翻脸 你马上就不认了 后来矛盾激化了 借给他钱的亲戚 得了重病 急需用钱 一家孩子生病 生了白费病 他说要用钱治疗 但我这个钱拿不出来 都是这个KTV造成的 我非常愧疚 我感觉都对不起 这个孩子 合伙人反目 亲人重病 急需用钱 杨军放下手头的工作 拨打栏目热线电话 找到金牌律师团 这次他决心将这笔钱 要回来给家人一个交代 本期委托人杨军 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录制现场 如果他能承诺所言属实 我们三位金牌律师 将竭力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在节目的最后 他也将选取其中的一位 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委托人杨军 请你承诺 以接下来所陈述的皆为事实 并且你为你所陈述的事实 承担法律责任 我保证本场军委真实表述 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杨先生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迄今为止 送酒有多长时间了 我送酒有十年多了 这样子 你是怎么走上送酒这条路的 当时整个一个市场来说 就是讲 我们这个送KTV和酒吧 这里酒水啊 在我们当地 它是还是没有人做 然后发现了这个商机 然后是这样做进来的 那是不是利润也很可观啊 它的利润就非常低 否则的话就比较快小品了 一键的利润 大概在两块钱左右吧 这样子 那你生意最好的时候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想你是最高峰 平时股资的话 整场收入应该在 四千到五千之间 这样子 一天一百多块钱 这样子嘛 也就是说你在平均来看 你的淡季和旺季平均来看 实际上你一年跟上班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对 那你是跟叶女士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们 叶女士来往 有四年了 然后 不就是因为 一九月认识的吗 在没有投入 我没有投入 这个KTV这个资金之前 我和这个叶粉之间 应该是算是上人 什么朋友 也就是说 你投资KTV跟他选择一起合作 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做一件事情 对 是的 那你当时看中了他什么 我看中的是 KTV KTV一个店的收入 肯定是大于 我送酒赚的辛苦钱 当时是 整个一个市场 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一个KTV KTV他那个收入 从酒水啊 保享啊 他都是有收入 而且我送酒来 就是你摆银件 赚了两块钱 这个样子 非常辛苦 你觉得他看中你什么了 他看中我的表面 表面上是说的 对吧 大家一起一起赚 我个人也是一个赚钱赚 等我投资钱之后 我才发现 是因为他本身的资金不够 才拿我入的骨 然后KTV都是 需要酒水的 正好我 就是从事这个酒水的行业 实际上他看中我的 酒水这个渠道 最后我才知道 才明白是这么一回事 不至于他一号色 带着我一次赚钱 一家感觉 不是这个想法 你想投资这么大的项目 除了跟家里人商量 没有跟任何其他的 外围的朋友进行过沟通 没有过 没有过 因为我给自打 用电子送去水 可以能感觉到 这一行来说 还是有钱赚的 那你当时觉得 叶女士以及她的KTV 在你们当地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和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呵护这个KTV 在我们当地 应该是 千三名或者是千五名 这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店很大 规模很大 于是你们怎么约定的呀 反正 多年的送酒小弟 居然有机会 成为歌诚二老板 杨军明白 年纪不饶人 如果能够靠投资 正分红 未来就会顺风顺水 很快 他就凑足了44万元 占11%的股份 说不清出于信任 还是一时疏忽 杨军没有签订 任何书面协议 你管亲友借的那些钱 还上了吗 还没还完 你实际上不是管人借钱 你是给人家 也画了一个小饼 是这样吗 我管你借的钱 比如十万 之后我可能还你的钱 连本带利 我当时 想别人借钱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跟别人说的 不然我 我借不到这么多钱 这次实话 我怎么借得到呢 能力解为当时 其实你也飘了 借你钱的人也飘了 有一点点飘 说实话 有一点点飘 当然 这个项目 肯定是赚钱的 当时投资这个项目 自己肯定还是赚钱的 所以现在能力解为 借你钱的这些人 也在整天期盼着 你还上本金即可 是的 是的 但是在这个磁简 出现一个状态 就是我爱人 他几几家的孩子 得了白血病 但是我学钱的时候 他是一几年没有过来 就借给我了 也只是我的工作 对吧 然后等他学 他还学治病的时候 但是我钱投进去 我拉不出来了 这是我最愧疚的一个事情 孩子得了白血 如果你治不 他需要用钱治疗 如果治不好 治不好的情况下 怎么办了 你不是挡我孩子吗 你心情 孩子 他的医生 这是我认为 我是最愧疚的 我是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爱人 他积极这个事情 我心里面 我对我自己的 预约也有点不良 你觉得为死 你妻子也抬不起头吗 在娘家 这肯定 这肯定 太不得头了 再加上 我爱人 他在孩子 治病有钱 我也拿不出来 所以我跟爱人 治病的官司 现在 个合 也不愿意打 那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的诉求 就是说 第一 毕竟我投资的速度 这 我的本钱 我能不能把它拿回 对吧 第二个 开的为自己 也还在营业 接着你一直在 良心运转 这应该 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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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看我能不能 把我 这个 比你 这个 粉红 现在拿到 这是我 到底来的 目的 也就是说 你第一 先要拿回 自己的本金 第二 看看这几年 到底有没有收益 一定把收益 拿回来 对 针对你的诉求 你带来了 什么样的证据 第一轮 举证时刻 出于信任 毫无投资经验的 杨军 没有与叶芬夫妇 签订任何协议 杨军认为 这张打印单 能够证明 他确确实实 投资44万 另有几张 他出钱时 对方开的收条 那之前 我看短片介绍的说 是你管账 人家管经营 那你管着账了吗 没有 后来 砍业了之后 他就不让我管了 按照杨军的想法 他终于踏上了 投资KTV 这艘大船 从此可以乘风破浪 八方来财 可是没有想到 风太大了 浪太高了 水太深了 船沉了 自己永迹还不佳 那针对第一份证据 三位金牌律师 请提问 您觉得在这个合作的 这个整个过程中 双方的这个实力和资源 是对等的吗 应该说各有各的就是吧 应该差不多 不属于 不属于帮大学来的状态 那你们最开始 在合作初期 你有没有这个概念 去就是约定 双方之间明确的 我们要做一个 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要做一个合伙企业 还是要做一个 个体工商户 这个你们最开始商讨过吗 没有 没有商讨过 他对方做出的解释 可能是跟您说 这个个体工商户 比较省税啊 比较适合我们 这个经营项目啊 他有跟你解释过吗 您对他的解释 您接受吗 不接受 什么能接受 就是需要给您一个名分 对啊 即使不给您名分 也得您认可的情况下 才能不给您这个名分 是吗 对啊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在最开始 经营的时候 针对于这个项目 因为我看了 有三方股东 每一个人都负责什么 你们是如何约定的 这三个股东 我今天到这里 就想说 就是 也想表达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说呢 我们当初是两个股东 就是我跟叶粉 这两个人 然后宁静 店子快开的时候 需要的资金 用钱的地方比较多 才找到一个第三个股东 而且这种 最之外的是什么呢 这第三个股东 跟这个 一份呢 他们俩是亲戚官司 只是跟我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我被啃了 你们几方有没有明确说 我们几方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分工 您除了管账以外 还参与其他经营管理吗 当时我们 签这个协议的时候 就是明确了 我们三个人 各个出资多少钱 就证明一下 这点 比你是多少 就是炸的股东 没有提出 就是你们当时 没有明确约定 怎么给您反这个 您所谓的投资款 是定期的给您反本啊 还是说这个钱 我投入来了之后 你要根据我 KTV的营业状况 有可能赚 也有可能赔 这些当时你们约定过吗 按照我们当时 肯定这个状态 包括我们这个市场来说 肯定为这一块 还是有钱赚的 每一个礼拜 一份红 按照比例来提 为多少 那在个人合伙的这种关系向下呢 我们是可以 要我们的营业的利润 我们要求分配利润 由于我当时投资了 我们也属于一种合伙关系 现在如果我要求 解除我们之间的合同关系 我要跟你进行清算 那KTV值多少钱 你按照我当时投资的比例 给我返钱 这些年 你经营期间有多少利润 咱把账算清了 你把这些年 该给我的利润 返给我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你在这个所谓的合伙 或者是作为股东的 这个整个过程中 是否有分红过 或者是有工资 至今我们每一个 得到一份分红 工资 每一个 本轮证据的第二份证据 是收条 但收条上的内容 是你书写的 还是叶玉芬书写的 我们俩每一个合同 是不止力 但是我给你调 你应该给我打个手条 是最合理的吧 我这个人家 我连个手据都没得行 原来我全部都白送给你了 我当时我就 那行吧 我先给你吧 你有一个条子 你这到时候我们来说不清楚 也就是现在你认为你是投资 或者是合伙的 唯一的依据是 这样一个收支情况说明 和给你打的收条 是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 也就是再次跟你确认一下 除了这两组证据以外 没有其他书面的协议 或者是合同 什么都没人 针对第一份证据 X律师请提问 杨先生你好 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你认为你和这一份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 从目前显示状况上我觉得应该算是借贷关系 你出示了两份证据是不你认为是对你有效的证据是真实的吗 这真实的 真实的你明确写明了是投资KTV用于空调费的六万九千元对不对 对 那么这是借款吗 你如果是借款你用给他安空调吗 是是投资 投资款 投资款那怎么又是借款呢 是投资款 开业此刻这个一个状态是我等于是被迫接受的好我再问你关于你们在截止2015年4月30日做了一个账户的统计 对最后的资金结余是1491.16元对吧 剩一千多块钱对对你也是做所谓的股东签字确认的对吧 如果是借款的话他结不结余支不支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你们几个投资方对共同的开销共同的收支做了一个统计呢 是不是真实一丝票子有没有人逼迫你去签这个东西有没有 没有 而且你也把他作为真实合法的证据在这里出事的对吧 大莫借算 如果你是借款人他怎么借算的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只是拿本还息就完了吗 剩下投不投资亏不亏损赚不赚钱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你到底认为自己是个投资人还是个借款方出借方啊 其实我对这里面这个关系啊在我印象中我分不清楚知道吧 我自己都给蒙钱了 我自己分不清楚是投资人还是借款人 但其实我只想要回我原来投资的钱 我就问你是投资还是借贷 那应该算是投资状态 投资是不是就有风险 你既然作为投资人就是风险与收益回报同时存在的 所以投资是有风险的 如果获得了利润 你也按照你的比例来享受利润 如果出现了亏损 你按你的比例存在亏损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 你可以拿回你投资的本金 所以你这张诉求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来支撑的 当事人杨先生应该是一个初步了解 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小商人 从他前期的投资分期分批了注入 到后期管理这个层面把他提出局 包括对后他去进行诉求 而诉求无门的情况下 可以看出他前期投资是相对来说有些盲目 或者说过于乐观了 法律关系不同 讨回44万的方法也不同 杨君如果认定是借贷关系 那么44万就是债务 他就要拿出证据曾经借钱给大股东 如果认定是参与投资经营 那么44万是投资款 他要回投资就要证明几个人是合伙经营 目前杨君尽管被告知是股东 但是他并没有参与经营 那么这44万到底是借款 还是参与投资呢 那么根据现有的证据你认为不是合伙关系吗 我觉得不是合伙 那你认为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一个不当得利的关系 如果不当得利是一种结论 问你不当得利的基本的请求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因为合伙不成立而主张不当得利 我刚才一再问 那你不当得利的请求权的基础是什么 那只有一种结果 认为这种合伙关系是有瑕疵的 那么民法典已经把合伙合同作为一种典型合同来作为记载的话 那么你要明确合同是否存在不成立的情形 很显然这个合同你们从14年开始磋商到15年去旅行到现在为止一直出在一种持续的状态当中对吧 它不存在不可不成立的问题 那么下一个问题的是否在效率上存在瑕疵 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存在无效情形 如果这种合伙合同是有效的话 你又如何去主张不当得利呢 为什么当事人他主张说这个是一个借款关系呢 他提到两个字很有特点 叫转化的借款关系了 这个转化我们这个X律师说不能转化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你最开始想去实施一个合伙 最后没实施合伙转化了是一种被迫的转化 当那个合伙没有履行的时候 那你交给他的钱算什么呢 那我们认为属于这种借款属于不当得利 既然合伙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的话 又怎么能转化为借贷合同呢 借贷合同依然是民法典的典型合同 难道没有特殊法定原因 也没有当时双方当时意识表示一致的情形下 会由一个合同转为另一个合同吗 这是谬论 我这都是被迫的 被骗他的感觉 前面说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前面给对方之后呢 两个人用另一面又出现了 实际上一个状态 我这都是被迫的 他从事这种所谓酒水的供应啊 使他或多或少呢 对于这个KTV行业有一定的了解 但实际上他只是门外观望而已 并不真正了解这个KTV的整个的运营 他的利润在哪 他的风险在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基于一字半解而进行这种投资 客观说风险是非常大的 歌厅营业至今 杨军分文未赚 恶意的造成的这种风险 是不认同的 从这骗了之后 那就给他开店 你们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叶芬的态度 令杨军无法接受 你们是一分吗 这种人咱们就不跟头好了 官司怎么打 三位律师策略酒意 金牌律师团 唱不下去的歌厅 正在播出 今天带来了其他的证据吗 有 第二轮 举证时刻 不赚钱 凭你十多年来 做酒水生意来讲 你通过他酒水的销量 你就能断定 对 他实际上不应该是亏损的至少 如果亏损的话 他就不需要用一句了 你说对不对 那你今天重新再看 你跟叶女士的关系 你怎么认定她 两个世界的状态 前次每日合作之前 我们叶芬联王 就比较小 警察也比较小 反正对付所谓 反正这个 说到可以做到 对吧 但是这个 大的 大的警察 突进去之后 马上就 等于是反联了 状态 杨先生原响 投资KTV 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 生活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是背刀而驰 好 针对第二份证据 三位金牌律师 请提问 那我想问 您最开始是出于一种 什么心理 在什么字 什么协议都没签的情况下 就把这个 四五十万元的这个巨款 就给直接投入进去了 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第一是 那个真是信任 毕竟也算 也算是一个 老朋友了吧 其实就是我们 就有业夫上的联网 业夫上联网 就是我们送去给她 对吧 她给我们接款 一直很多人都非常愉快 哎呀 有没有出于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查错 您光是根据之前的信任吗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您觉得好不容易 这个终于是 这个乘上了大船了 抱上了大腿了 所以很多的要求 我就不好意思提了 很多的事 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有没有这种心态 有 也有这种 确实实有 在前期的过程中 你们双方的关系 还是平等的 但是随着这个经营的 越来越深入呢 她对你的依赖 或者说你的不可替代性 是这样逐步变小的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能隐约感觉到了 双方的利益存在 双方的这个能力 存在着一个不平衡 就是我们这个KTV从装修之后 正常开始营业 到现在营业了多少年 七八年了吧 这样子 每年的房租多少钱 您了解吗 刚开始第一年是 KH先生签的那个 合同应该是 六十万一年 然后KTV现在一共有 多少员工 然后每一个员工 大概多少钱的收入 您大概知道吗 现在员工里面 好像也就是 只有资格人 KTV员工 他这个工资的支出 按照我们当地的 水平的定量 大概在 两千和三千之间 这样子 或者三千多一点点 那其实一般来说 KTV它是一个 高利润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 正常来讲 它的投资回报周期 一般不超过两年 您也说了 KTV到现在 已经营业了七八年左右 那说明这个KTV 其实是应该是 处于一种盈利的状态 否则我们之前的投资人 他是不会选择 一直亏损 我一直赔 一直亏损 一直赔的 那所以说我们后期的话 可能还是会主张 我们要对KTV的 这个账目进行清算 然后我们也要查他 每年大概有多少利润 有多少分红 然后我们拿回 我们相应的权益 你觉得 你对这个 KTV的经营情况 有控制的权利吗 没有 你有这个能力吗 没有 如果对方拿了一个说 经过我们核算 亏损了一百万 甚至更多的 这样一个账目 你会认可吗 不认可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向对方要求返还 所谓的投资款的 应该在两个月几个时刻 你想要成立的是公司 还是一个个体工商户 成立的肯定是公司 这毫无斯文的 你把人叫合伙 肯定是公司 而且他注册这个 个体工商户的时候 在我不止情的情况下 也没有跟我统刺的情况下 就是他真实的一个 个人的自愿 针对第二份证据 X律师请提问 首先我告诉你 你这连单方证据都不算 这段录音只是你作为一个当事人的一个陈述而已 当事人的陈述并不能作为证据 需要你了解一下 第二 在你的陈述当中 你提到了 说是根据酒单等相关证据的推测 我想问一下 你根据是谁给你提供的酒单 我手里没有 我手里没有 但是你手里没有 那你是从哪里道听途说的吗 不是 因为另外一家什么什么呢 我们是同行 他能给你提供吗 给这家KTV的每天的流水 能给你提供吗 详细的 如果如果可能 我问你能不能出事 应该能 应该能 那么他出事的就是真实的吗 得没得到KTV的确认和认可呢 我们说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而事实要求是合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 那么到你来这个节目 你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有效证据 第二 你说根据酒单来测算 最后能推断出他每年的盈利是吧 那么每年盈利多少 应该会大于100万这样的 你开过KTV吗 除了这家投资之外 那么你不懂经营 你怎么能算出KTV一年的利润是多少 你认为一直在持续就是等于盈利 你知道吗 如果现在关停的话 这些装修 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 可能会亏得一塌糊涂 就换句话说 关了 赔的会更多 你想过没有 我再问你 你说每天30件 我问你去年和前年出现了相对的疫情情况停业多少天你知道吗 你知道停业多少天吗 停业那天每天也进30件720瓶给谁喝呢 那么他在正常的运营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耗 还出现了一定停业对吧 我问一下 您是从事这种酒水供应的是吧 疫情期间受到影响 有 那你认为在疫情期间关闭时候的亏损 你作为一个投资人应不应该承担 应该应该需要承担 对 如果要赚钱了 你应不应该分红 应该分红对吧 但之前我们有 你没分到没分 我先问你 如果要是赚钱了 应不应该分红 这是你的权利吗 也就换句话说 您作为一个投资人 您按比例的享受利润 或按比例的承担风险 亏损 这是正常的 你没有任何权利要求 把你的投资本金 而原封不动的返还 那我能不能提个问题呢 我从KTV开业至今 我没有分过一份钱 那我投资这个钱 是投进去的 我也算是个股东 那我这个钱 什么时候能拿回来 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个现金呢 一定要亏 我一定要赚 而是说 当你把资金投入到一个 合伙事业当中去之后 你已经没有任何权利要求返还 原封不动的投资了 它可能因为这种投资之后 你的投资可能变成了这面墙 变成了桌子 变成一个麦克风 变成了员工的工资 它已经转化为一种投资行为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这种投资事业有利润 或者有亏损的话 你们是一融俱融 一损一损 所以当你要求返还原格的投资 相当于退回你的投资的时候 这是法律不能支持 关于我们经营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会有赚也有赔 这个是经营者 没有办法规避的问题 包括我们KTV在这两年期间 可能由于疫情的原因 收入确实是在下降 虽然说我们的收入降低了 但是我们的支出也在降低 如果说其他股东 没有追加过新的投资款 其他股东 没有往里拿过新的钱 凭什么让我们的杨先生 再继续往里拿钱呢 凭什么让我们去承担 这部分的亏损呢 我谈到了 说如果出现了亏损 不是让您去把这亏损补上 你们合伙人之间 如果出现了亏损 意味着对卖 可能产生相应的负债 那就意味着你们内部 可能按照约定 或按照你们投资的比例 来享受利润和承担风险 但是对合伙以外的债权人 你们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杨先生你觉得 如果你现在去找大股东了 你跟他说 你说我要清算 那么就所有的这些 都得盘点一下 或者有可能 面临着不开业了 你觉得他会接受吗 他接受他肯定 他肯定会让你接受 接受 其实他同一个接受 他也不会给你钱 他不会给你 不会退钱 给我知道吧 就是你今天 其实也面临着 害怕出现那样的结果 即使我赢了官司 我也未必能拿到钱 是这样吗 对啊 对啊 就这样 接下来请三位金牌律师 阐述自己的诉讼思路 我给你一个建议 打个诉违约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本案当中 唯一清晰的就是 对方的违约行为 对方私自注册 个体工商户 他是一种违约 他这么多年来 侵犯了您对合伙的账目的知情权 他也是一种违约 那用明确的态度 把你拒绝在合伙之外 他更是一种违约 既然对方有违约 那我们就要走索赔 因为我们只需要提供 初步的证据 来证明这么多年 你盈利的部分 你按照我的比例 应该分给我的部分 是远远大于我的 这个投资款的 我给的诉讼策略是 不当得利返还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证明 投资或是合伙 不成立的话 那么对方占着 我们44万不返还 就没有法律上的一个依据了 那么这么长时间的 这样一个经营 除了我们只投了钱以外 没有任何的经营形式 和合伙的形式 来确定这样一个 经营的实际存在 或合伙的实际存在 所以说我认为 从根源上去确定 这个合伙和投资 是否成立 如果不成立 那么可以主张 不当得利返还 所以说第一步 我们先要固定证据 我们要固定对方在每一天的营业额 大概是多少 他用的收款账户 他用的二维码 他用的支付宝 都是谁的 我们把他的收款链条 搞清楚 固定清楚证据之后 我们进一步的通知对方 我们要解除 然后我们在解除的过程当中 要求跟对方进行去清算 如果说对方在过程当中 进行过账目造假 我们要求对方把之前拿走的钱 全部给我拿回来 然后目前我们这个合伙 现在还剩多少 无论是固定资产 还是说现在我整个可以出对 可以产生的利润 我要求再进一步的进行分配 这种人咱们就不跟他玩了 杨先生 经过我们三位金牌律师 和X律师的解读 你觉得你目前的诉求 是否有变化 我的本钱能不能把它拿回来 能不能把我粉红 现在拿到 诉求有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 要回本籍和这么多年的粉红 现在的诉求是 加了一条 解除这个合选了 那你是会选择 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严律师 还是会选择 主张违约并返还的孙律师 还是会选择 主张解除合伙 并清算的严律师呢 你选择哪一位 投资或是合伙 不成立的话 可以主张不当得利返还 既然对方有违约 那我们就要走索赔 通知对方我们要解除 要求跟对方进行去清算 这选择已经困难 我们选择这个吧 主张解除合伙 并清算的严律师 我觉得杨军还是有可能把钱要回来的 因为什么 作为一个投资者 经营到现在 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 其实KTV是盈利的 那么如果说KTV盈利 我们也有充足的证据 那在未来这条路 可能会很难走下去 但是我们相信这条路 我们一定能走得通 也想对广大的电视观众 提一点小小的建议 第一呢 大家不要盲目的跟从 如果做投资的时候 首先要量体才艺 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 来考量投资 不要给自己的家庭造成更多的 这些负面的或不良的影响 第二呢 要审慎的选择自己的投资的领域 和投资的伙伴 第三呢 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要共同的参与经营 而不能弃之不管 从而使自己蒙受更多的风险 现代企业经营就好比一首歌 合伙人齐心合力 必然能唱出美妙的天来之音 但是合伙人各怀心思 这首歌必然跑掉 在这里我们想提醒 打算合伙经营的观众 真金白银拿出来之前 一定要签订合同 并且审视你的合伙人 毕竟经营的风险 一半来自市场 一半来自伙伴 金牌律师团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感谢收看 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应 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 金牌律师团 一份嘱托 一声召唤 金牌律师为您而战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